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尺寸惊奇的这个活动呢 即将到来了 那就算在这个活动有哪些的宝可梦 我们必须要做捕抓呢 都会在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做个分享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尺寸惊奇的活动时间了 活动开始时间呢 是在台湾时间2024的4月4号 星期四的早上10点 一路到4月9号星期二的晚上8点 也就是说亲密廉价的这个假期呢 就是这个尺寸惊奇的相关活动啦 那活动奖励的相关内容呢 有第一个是捕捉宝可梦的时候 出现在的时候 或是更好结果的时候 获得的经验值呢 可以加倍 然后在地图上预见 XXS还有XXL的宝可梦的几率呢 会提高 这个其实就是尺寸惊奇 活动一个精髓哦 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最特别的 就是预见异色猴猴金的这个几率可以提高哦 那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异色这个猴猴金哦 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以把握这段时间 好好给他捕捉这个异色这个猴猴金 那但是不知道官方这边指的提高呢 是不是提到像社群日一样的这个 25分之1等等的这个几率哦 那我们到时候可能就实际的来捕捉一下吧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上 可能会预见的宝可梦有哪些哦 地图上呢 几率会增加的这个出现宝可梦有 地鼠 巨刺飞鱼 猴猴金 电电虫 妈妈小鱼 猛猛 胆小虫 走金 大岩蛇 卡比兽 其中的话呢 地鼠 巨刺飞鱼 猴猴金 电电虫 猛猛 胆小虫 大岩蛇 以及卡比兽呢 都是有开放异色色围的哦 那我个人呢 会蛮想要抓到一只异色的这个卡比兽 或是高IV的这个卡比兽 因为它其实不管是放道馆啊等等 其实都蛮实用的哦 那到时候大家应该也可以把这相关的这个野生的宝可梦 看缺哪一只就抓那一只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团体战的这个部分哦 首先的话呢 是异星团体战 那异星团体战主要会登场的这个宝可梦呢 是艾雅 求菇 齿伦鹅 妙妙 光斗仔 那其中的话呢 艾雅求菇 齿伦鹅跟妙妙都是有开放异色色围的哦 但是呢 这边还是一样 不会太推荐大家呢 去打相关的这个异星团体战哦 因为大部分的话 可能在未来或是当下异星团体战的宝可梦呢 可能都是会在野外出现的哦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三星团体战 三星团体战会主要主打的宝可梦呢 是野弹术 阿罗拉的样子 双弹瓦斯 迦勒尔的样子 暴里龙 以及卡比兽 宝可梦呢都是有开放异色色围的哦 紧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传说团体战的这个部分哦 传说团体战的话会分不同地区的话 有出现不一样的传说宝可梦哦 在南半球的话呢会是铁火辉月 那如果说是北半球的话呢会是指御剑哦 那接下来呢是超级团体战 那超级团体战呢在这周登场的话呢 主要就是以这个超级喷火龙X来做相关的登场啦 那你捕捉超级喷火龙X的话 可以获得相关的这个喷火龙的超级能量哦 那这个超级能量呢 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喷火龙呢 再进化成超级喷火龙Y的 所以虽然你捕获的呢 是去打这个超级喷火龙X 但是你应该是有机会 可以让你的喷火龙进化成超级喷火龙Y 那这个同学们呢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哦 不知道看到这边你觉得如何呢 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动动手指订阅起来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的频道现在有新增会员集聚 赶紧加入会员 支持我创作更多攻略相关内容哦 那在铁眼调查课题呢 我们可以预见的宝可梦呢 有大岩蛇 卡比兽 猴猴金 妈妈小鱼 猛猛 胆小虫 那其中大岩蛇 卡比兽 猴猴金 以及猛猛 还有胆小虫呢 都是有开放异色色围的 那这次的这个活动呢 也是有推出相关的这个收藏家挑战 可以获得 曼莓果 黄梨果 经验值 以及与胆小虫 或是猴猴金相遇的这个机会哦 那同时的话呢 在这个宝可梦的这个选秀会呢 也会以相关的主题宝可梦为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4月之后呢 可能会陆续登场的活动有哪些哦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同样在这个尺寸金 旗舟的时候的4月7号呢 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经典社群日哦 那这次的这个经典社群日呢 就是我们的宝贝人会登场哦 所以如果说还没有异色 或是高IV的这个暴飞龙的话呢 记得把握一下这个4月7号的时间 接下来的话呢 是4月12号到4月17号的这个 一起来补充 那当然呢 就是会有大量的这个宝系宝可梦呢 会做相关的登场啦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4月的重头戏哦 就是在4月13号的这个 超级赫拉克罗斯的这个团战日 那超级赫拉克罗斯呢 其实算是第一次的登场 在这个Pokémon GO哦 所以4月13号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时间留下来 好好来捕捉一下这个 超级赫拉克罗斯哦 4月20号呢 是我们的4月社群日 接下来最后的话呢 是在4月22号到4月26号的 永续发展周 然后呢 就是4月28号的孤化日啦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今天影片的相关内容哦 那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尺寸 惊奇的活动呢 最主要的话 应该就是相关这个 异色的猴吼金 把它抓起来抓好 抓满哦 因为这个猴吼金呢 它的这个异色几率可以提高 那也有很多人说 其实猴吼金 就是另类的这个盖欧卡哦 那不知道说你们觉得 这个活动如何 以及你们最想要捕捉的宝可梦是哪一支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哦 那现在你看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